大家好,我是三嫂 今天分享一款比肉还好吃的豆腐丸子 买了一块老豆腐,3块钱 来把它洗干净 胡萝卜也来削皮 再把洗干净的豆腐放在碗里,把它压碎 要是压了太多水,可以拿纱布玻璃一下 放一旁备用 再把胡萝卜切成丁 火腿也切丁 现在切一点葱姜蒜末 葱姜蒜不用太多,一点点就可以了 再把所有的配料和豆腐混在一起 葱姜末,胡萝卜丁,火腿丁 再打入一个鸡蛋 先把它搅拌均匀 再放入一勺盐 少许的鸡精 再来一勺生抽 再给它搅拌搅拌 再放入一勺生粉 两勺面粉 也可以全部放面粉,不用放生粉 面粉和生粉加到能挤出丸子就可以了 喜欢面包糠的,可以来一勺面包糠 搅拌均匀 把手洗干净 弄一个出来捏成丸子就可以了 先把豆腐丸子全部这样做好 再一起下锅 这样炸的比较均匀 丸子全部做好就可以上锅炸了 锅烧热 先来倒油把它烧热 油温四层热下丸子 稍微给它冻一下 不要让它粘锅了 炸到定型才可以翻动它 不然会烂 迷你版的红烧四指头 炸到这样金黄金黄的就可以了 如果想吃脆一点 捞出来再复炸一下 个人喜欢这样软软的就好 把它夹出来控油就可以吃了 豆腐丸子可以红烧 也可以煮汤 也可以直接这样子就吃 豆腐丸子就做好了 外酥泥嫩 营养又美味 一口一个 可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